大家好,我是林穆斯,今天是8月7日2018年,如果你跟着我们开始读这个新旧约,读经计划, 而你上个星期8月1日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或者读两章的话,今天应该读到第14章,明天就会开始第15章。 现在是我们第二个加油站,我说每个星期如果我有时间,我都会想录一些东西去鼓励大家去明白圣经的。 我今天就选了读世纪第15章,你明天就会开始看的,一个很出名,大家都会很记得的一个认识,叫做《不要巨怕》。 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仪仗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啊,不要巨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富的赏赐。 你要问上帝和亚伯兰说不要巨怕,代表了他巨怕,那他巨怕些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断章取义,我们就会说不要管他巨怕些什么,总之这个认识可以认识到我身上,我巨怕些什么呢? 我都可以拿出来给上帝,然后上帝就会帮我解决。 如果你这样想,完全是不对的。 首先你看到这些是这事以后,那这事以后讲了很多事。 如果你由第十二章,甚至再早点看整个创世纪,上帝怎样将亚伯拉罕从他的老家那里呼召出来,一个摆假神的地方,去到给他认识,带他去到认识之地。 然后他也犯了一个错,去了埃及,但是他在埃及里面,他学了上帝的掌管,上帝的保守。 于是你看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他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人,他愿意将所谓好的地,人觉得好的地,分给罗德等等。 然后他又认识罗德。你发觉到这个时候的阿伯兰已经是很不一样的阿伯兰,他相信上帝, 他只望着上帝的应许,即是第十二章的应许去实现。 所以他这个懼怕不是因为他身体上有些问题,也不是因为他生活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需要,或者是渴慕, 而是讲到他讲上帝的那个应许的实验。阿伯兰说,主耶和说我,我还没有儿子,你能赐我什么吗? 承受我家业的事,大马是隔人以利而借。 他现在关注的是他没有儿子,你也不要把自己代入去。 如果你说你很想要一个儿子,但是你没有儿子,于是说上帝跟你说,不要惧怕。 这个不是普通一对夫妇想要孩子的问题,而是上帝认识了他的后裔要成千上万。 上帝没有认识你和我,我们的后裔要成千上万,所以你不能这样去问上帝拿子。 他说我没有儿子,究竟谁会成就我的家业呢?或者有一天我家业真的会很多。 但是怎样我成为大国,如果我是没有儿子呢? 阿伯兰又说看,你没有给我后置,你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继承我。 一个家外的人,一个我的奴博会继承我。 耶和华就回答他看,耶和华的华又临到他,是耶和华的华。 你想想,整本《抗世纪》都是耶和华的华,耶和华的华,怎样创造耶和华。 说要有这样就有样,耶和华的华,他的应许临到,再次临到, 这个阿伯兰之前的十二章已经临到,他者人不会继承你, 你本身所生的才会继承你。 这个当然是开始指向后面的应许之字。 阿伯兰的阿伯兰罕,最后有个儿子叫以撒等等。 于是耶和华带他做外面说,你向天观看去数星星,你能数得清吗? 又对他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阿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 他信些什么呢? 他信不是说上帝会给他个儿子,那么简单。 他信之前第十二章里面,上帝给他所有的应许都会实现。 这个不要害怕的应许,你会发觉在旧日圣经里面,一定去到新日圣经是不断重复的。 二创阿书第四十三章,第一次这么说, 我想你想起所有东西,你都要想起第一个不要害怕的意思。 第一个不要害怕的意思,这个不要害怕不是你的外在环境,你喜欢做什么白搭的不要害怕。 而这个不要害怕跟他母子是有关的,跟阿伯兰的应许最后要通过一个儿子去继承有关系。 所以我想你记住,在旧日圣经里面很多不要害怕出来的时候, 他都是指向将来的那个应许之致,他说不要害怕。 当然了,二创阿书有他的背景,说到他们的罪的缘故,可能他们被弄, 但是怎样得到罪,得到赦免等等。 那二创阿书第四十章开始,一直是这样去,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语言, 最后那个语言是在五十三章那里,耶稣的那个受苦的仆人里面成就。 所以这个不要害怕,其实已经是指向将来的。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利同在。 你渡过江河,水必不慢过你,在火中行走,也不被烧伤,火焰必不烧着你身。 这些不是普通的患难,我们生活上的一些难处。 水和火在教育圣经里面都是代表了上帝的审判。 他说有一天上帝会预备一个救主,他不要害怕的救赎, 他会将我们从我们的罪业,从上帝的审判里面拯救出来, 已经是指向新药的了。 那去到新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不要举怕,在福音书里面出来。 为什么说耶稣会出世?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 你可以想一下,这个不要害怕,其实在echo着, 在回响着九约圣经所有的不要害怕。 当然,一由头到,一开始就是阿伯拉罕的应许之子。 不要害怕,看啊,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器的信息, 即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为的城里,为你们生了, 救主就是基督。 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 我在马曹女,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了。 他说,什么是,为什么不要害怕? 因为有一个婴孩会包着布, 我在马曹女,就是救主的记号。 当然,如果你熟路加福音,你会发觉, 在路加福音的结束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图画,和这个图画是前后相对的。 就是他们,这里讲到耶稣死后, 这个药室来拿他的尸体, 他将耶稣的尸体取下,用细麻布包好, 放在,现在再不是马曹了,因为太大了, 放在一个坟墓里,这个成为一个救主的记号。 所以最后的不要害怕,在什么的环境里面, 我们再不需要害怕呢? 是当救主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最后当然復活, 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以致我们不要害怕。 以前我做过一个比喻, 怎样想整个不要害怕由救药去到新药, 就是我们在外国,即美国,有些高速公流, 东岸有一个很有名的高速公流,就是95, 那你假设你在一个高速公路里面, 炸斜可能炸两三个小时, 那突然间你觉得肚饿,肚饿, 那你肚饿之余之小, 那你见到有个sign, 即是高速公路都会有个sign, 就是啊, 30,再过多30个miles, 30英里就有麦当劳, 那过了一会儿, 你发现有个再过20英里就到麦当劳, 再过了一会儿, 你见到剩下10个英里就到麦当劳, 最后你见到剩下5个英里就到麦当劳, 其实你见到这个sign, 如果你肚饿, 你会越来越肚饿, 越来越肚饿, 越来越hot mode, 直到最后你真是离了麦当劳,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路标, 所有不要害怕的出现都是一个路标, 告诉你很快到麦当劳, 当然也不是很快, 有几千年, 但是每一次你听到这个路标, 都会告诉你有一天你的肚饿必定会被解决, 但是你每听到每一次的新的, 你见到路标越来越近的时候, 也都令我们越来越肚饿, 直到我们到达了麦当劳那里, 当然, 说到最后, 我们一直走向的, 令我们可以满足的, 不是麦当劳, 而是耶稣基督, 不单是一个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君王来到我们当中, 更是为我们的缘故, 寫十字架上, 这个真是满足了所有我们的需要, 他的圣参, 每一次思想起福音的中心的时候, 都令我们感到满足,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要惧怕, 我们今天不要惧怕,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 而受死复活, 那就搞定了, 这样还没有结束, 因为如果你再看下去的时候, 当你去到麦当劳, 喝饱吃醉的时候, 你发现, 原来你在那里聚会, 不是,你在那里吃东西的麦当劳, 其实是一个卡车来的, 而当你吃饱的时候, 这个卡车就开始走向天路, 而在这个天路上面里面,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很多很多的引誘, 而主耶稣基督会继续跟我们说, 既然我们有天国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惧怕, 你怎样形容不要惧怕呢?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告诉我们, 我们要这样去形容不要惧怕,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库洛尔把国似及你们, 把国的国王,耶稣基督, 人生里面最大的礼物, 十字架上的基督, 赐给我们, 你们要为自己预备, 永不坏的钱郎, 或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再不是追求地上的钱财, 而是天上, 就是贼不能近, 从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在《路加福音》里面,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耶稣给了我们两个, 不要害怕的形容, 一个是不要惧怕生活, 以至我们可以全人投入, 去将我们的财宝值在天上。 还有另外一个不要害怕, 是什么呢? 不要惧怕我们的身体被人所伤害, 甚至是杀死。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那最多只能杀人身体, 不能再造什么的不要, 怕他们, 我提醒你们该爬的是谁, 该爬那杀了以后又有权兵, 把人应在地獄里的是的, 我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 去跟随他, 而他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会有迫白, 甚至有些人会失去他们的生命, 但他说, 不要惧怕, 我们要勇往直前, 为天国而活。 这个也是我们读经计划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大家不是为这个地上的钱财而活, 为天国的财宝而活, 要我们不要惧怕在地上, 我们将要受到的迫害, 甚至是失去自己的生命, 而是完全要惧怕将来的审判, 而朝着这个天国的路去行。 如果你还未去跟我们登记, 参加我们这个计划, 欢迎你再考虑, 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过几星期, 希望在18号的时候, 之前可以收到你的报名表, 登记表。 记得, 如果你是25岁或以下, 是不需要钱的, 不需要报名费的, 65岁或以上都不需要报名费。 如果你中间的时候, 你的报名费是1200元, 但这1200元, 其实是最后, 你在两年中读完圣经, 是会还给你, 主要是叫你帮助你, 叫你立定决心去看完本圣经。 那你也可以申请奖学金, 如果你手紧, 或者其他原因你不想给的话呢, 我也都欢迎你申请奖学金。 我希望呢, 我想九月的时候呢, 会开始呢, 将每一本圣经, 用个几钟头呢, 去介绍给大家听, 由创世纪开始。 那未来两年里面, 大概二十几次, 我会将整个套约去, 和大家一起读完它。 如果大家有兴趣报名, 欢迎你呢, WhatsApp给我, 或者Email给我, 愿上帝,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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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